鲁诸侯的先锋官孙坚 他手下的军校 尤打井里捞上颗印来 孙坚不认识 他身边的将军成谱这么一看 哎呀 是这玩意可了不得呀 这是皇帝的印信 是玉玺 您得到这个东西呀 您就有当皇帝的希望 哎呦 孙坚当时也乐懵了 我说成谱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主公 我看咱不能在洛阳这待了 得想办法回奔江东 好 孙坚当时大定主意 明日我脱机不出 什么叫脱机不出 我说我有病了 我谁也不见 我只是跟袁绍悄悄说一声 我得回家养病 你看怎么样 成谱一听此计甚妙 然后孙坚嘱咐 打仗中的所有清军小校 谁要是给我往外透露出一个字去 我是定战不容 这些人一听是诺诺连声 谁敢往外泄露啊 哎你还别说 有一个小校啊 他是袁绍的乡亲 他看孙坚这事做的不怎么样 怎么捡了东西 鸭门巧动不言语啊 我呀 我给盟主袁绍送信去得了 他连夜跑进了袁绍的大营 就把这事跟盟主袁绍说了 当时把袁绍气得够呛 孙坚这你可不对 好啊 你不要找我来告假吗 我看你跟我怎么说 第二天孙坚果然来了 袁绍还像往常一样对他挺客气 在寝帐接待了孙坚 寝帐之中除袁绍 还有他两员大将士 艳良文仇 配见而立 寒暄几句之后 孙坚就说了 盟主 近日我身体不爽 我想跟您请个假 回到江东 暂且歇息几日 日后盟主有用我之处 您再给我一令 我是立刻就到 听从调遣 袁绍听得这会儿为然一笑 孙将军身有贵样 立应将席啊 可是 将军得的是什么病 这个 孙将军 你自己要是说不出来 本初可以给你说出病原 呃 盟主 那么您说我是什么病 你呀 害的是 玉玺之症 孙坚听得那会儿 嘲嘲一下就站起来 当时这个脸就改了色了 盟主 这话从何说起呀 哈哈哈哈 孙将军 所谓玉玺之症还不是从井内捞出来一个宫女吗 不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吗 袁绍就把这话全都说了 孙坚一听怪呀 时间这么短 他怎么知道的呢 自己一想我可不能承认 盟主 你错怪我 我根本就没打捞过这样的宫女 我也没看见过这颗玉玺 袁绍听得轻轻摇了摇头 孙将军 你乃是诚实之人 不要在我的跟前扯谎了 玉玺乃是传国之宝啊 我们各路诸侯汇集一处来灭董卓 董卓从洛阳逃走了 我们大家辛辛苦苦的来到洛阳 这儿不是容易 你见了这玉玺 应该把它陷到本初的跟前 让各位诸侯在一起商议商议 然后做出处置 你怎么能就这样藏起来 要把它带回江东呢 我劝孙将军赶快把宝印献出来吧 其实袁绍啊 也有私吞玉玺之心 孙坚明被袁绍这套 孙坚怎么肯把玉玺交出来呢 盟主啊 简直是岂有此理 这是凭空掉下来的冤枉 我真没看见 怎么 孙将军你还要个对质之人不成吗 什么叫对质之人 来呀 把那小孝招来 工夫不大 那报信的小孝乐呵呵的走进来了 怎么那么乐呵 他禀报完了这个消息之后 袁绍重赏他了 他进了一看 孙坚将军在这儿呢 这小孝往后退了一步 袁绍告诉他 不要怕 你当着你家主公 把这事给我详细说一说 小孝刚这么一张嘴刻把孙坚气坏了 他一摁崩荒 苍朗被宝剑就亮出来 要把这小孝给杀了 袁绍原本出 咔的一声 也把剑亮了 袁绍身后边的燕梁文丑 都把宝剑拉出来 孙坚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带着城埔黄盖子 两个人当时撤出防身的宝刀 刀剑出下 是寒光一片 袁绍急了 孙坚你在我的大仗之中羞得无礼 眼看这就要动手了 好多诸侯文讯赶来了 纷纷解劝 这是为什么呢 怎么能闹到这一步了 袁绍说袁绍的理 孙坚说孙坚的理 孙坚是咬紧了牙关不承认 大家就问他 他们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 我在列位诸侯跟前可以发誓 种诸侯这么一听 嗨 那就别起誓了 孙坚既然急成这样 跺脚垂胸的都要起誓 肯定是没这么回事 那大伙就劝吧 有几位啊 劝袁绍 这几位呢 就劝孙坚 优打大仗里 把孙坚给拉出来了 孙坚气哼哼的 回到了自己的大营 他回来之后 带着成普黄盖等几元将军 这么一和气 咱们还在这干嘛 走吧 当即把营起战 离开了洛阳 他这一走 无私有弊 袁绍一琢磨 肯定这玉玺他拿走了 当即袁绍就写下了一封书信 送往荆州交给刘表 他让刘表在半路上截杀孙坚 把孙坚杀死 把玉玺夺回 这刘表啊 跟袁绍的感情很好 他特别听袁绍的话 孙坚的人马还没到呢 刘表就把阵势摆开了 重重设卡呀 孙坚一到是两下一场傲战 这顿打呀 孙坚人马少啊 寡不敌众 差点叫人刘表给逮着 幸亏是城堡黄盖几位将军 舍命相保 就那样还带了伤了呢 领着残兵败将败回了江洞 孙坚这个脾气暴烈呀 他从来也没吃过这个亏啊 他越想越窝囊 非报这仇不可 多少人劝也劝不住他 终于他领着人马到荆州去了 谁承想到了荆州 愁眉暴城 中了人家刘表的埋伏 孙坚死在刘表的手中 可怜这一代英雄 为了藏这么一颗玉玺 把命搭上 从此呢 孙刘两家接下了冤仇 这是后花了 那么当时在洛阳这会儿的 这些诸侯呢 哎 这些诸侯更加离心离德了 他们看曹操去追董卓 叫董卓杀的大败 孙坚一气之下也走了 那有心眼的早就拔营起债了 有几位诸侯还在这 可是粮草接济不上了 眼周刺史留带就找东郡太守 乔帽借粮 这乔帽手里有粮 他不忘卖拿 他不借 留在一气之下 把乔帽给宰了 把他的粮草和军兵都收过来了 自乡残杀 你说这不乱套了 最后都走了 连袁绍都拔营起债了 董卓得到这消息之后 哈哈大笑 他最怕的就是京东蒙古孙坚 孙坚这一死 他放心了 各家诸侯这一不战自散 老夫从此无忧啊 什么我都不怕 他在长安更加娇横 是自领尚富 他敢比江上江子牙 这家伙的野心越来越大 其实你有那才学吗 人家江子牙是大军士家 黄石之三料 紫牙之六套 黄石公就是张良 他老师 上料天文 下料地理 中料人和 紫牙的六套战术 文套战 五套战 龙套战 虎套战 群套战 豹套战 就你董卓 身无半点德才 一身酸肉满脑的将子 草包肚子 全是坏水 吃饱了 总想当皇上 哪比得了人家 调民发罪 忠心保国的江子牙 你别看他德才比不了 董卓的派头可不小 上朝 坐着皇上的龙居脸 下朝 摆开皇上的鸾架 皇上那套执事啊 全归他了 而且文武大臣 还都得在五门这 迎送他 不但这个 老贼董卓 还在离长安 二百五十里的地方 修建了一座梅屋城 这个城的规模布局 跟皇宫一模一样 抢来了民间美女 八百多人 做他的公俄才女 整天这梅屋城这 是弦乐歌舞声不断 就那个粮食他存的 吃二十年都吃不完 金银珠宝堆积如山 比当年始皇修的鹅房宫 还有过之啊 这就算老贼一座皇宫院了 朝里边文武大臣 有什么事都得跑到梅屋来问他 老贼也经常在梅屋城 这是欢咽文武啊 有一天他又大摆宴席 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找来了 夜间在梅屋城这饮酒 主要让你看看梅屋的夜景 当然是有一番歌舞了 喝着喝着老贼董卓就问这些大臣 列位大人 你们看 老夫这座殿堂之中 是不是灯光太暗了 文武大臣没敢言语 先说你自己说殿堂暗淡行 我们说你这黑暗无光 那还了得 你这整天得光滑四射 连你耳头都得往外冒光 那才行呢 这眉眼 东卓一笑 列位大人 有什么不好讲呢 既然觉得屋中灯光不亮 我可以给你们加上几只蜡烛 来呀 点撂起来 董卓一声令下 大臣们就看 出去了几个武士 功分不大 绑来了二十多人 把这些人拖在堂前剥掉衣服 用布子们一包 然后浇上油 就点起来了 这叫点人油辣 哎呀 一片惨叫之声 使人听着 是毛发悚然的 习近好多人 惊吓得 抖一而战 董卓大笑 列位大人 你们看 这多有意思 来来来 咱把这杯中酒干撩下去 还喝 这酒不得顺几两骨下去 你们不喝呀 董卓喝 他一扬脖子 孤独一下 把这杯酒 就灌下去了 正在这时 腾腾一阵脚步声 吕布打外边进来 他走到董卓的身边 趴在他耳朵那儿 嘀咕了几句 大臣就看 董卓那脸色一变 原来如此 好好好 我而你却闪开 吕布 往他身边一站 董卓挺身而起 列位大人 今日 我看 诸位大人 对眼前的美酒 佳肴不像 恐怕 是菜 不对口 来来来 我让我家孩儿 奉献 与大家 献上一道菜 大伙都糊涂了 什么 董卓那意思是说 酒也好 菜也好 你们怎么不吃 大概不对味吧 那没关系 我让我儿子吕布 给你们做个菜尝尝 奇怪 吕布还会做菜吗 只见董卓 把胡须这么一拢 儿啊 你亲手做来 谨遵复命 吕布 苍朗的一下 把宝剑亮出来 他抢不上前 就把席间坐着的 三公之一 司空张温大人 劈手一把 就给扯下了座位 拖出了殿堂 当时这些文武臣 经了一个木凳口袋 工分不大 只见由堂外 堂堂堂跑进来 两个小校 手里拖着个红漆盘子 上面盖着一块红布 这些文武大臣 面面相关 这么一看不好 就觉得这个兆头不对 小校啪 被这块红布这么一掀 盘子里是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在场的文武当时喝的面如土色 派一散浑霄 有些人注目一看 感情这盘子里 成的是司空大人张温的手机 这宴会厅啊 咔嚓的一下子 一点声响都没有了 正在欢欢乐乐的饮酒之际 忽然间端上磕脑袋嘞 这太杀风景了 如果杀一个一般小校啊 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反响 那是司空啊 位列三宫温居一品啊 怎么把老张温给杀了 在座的文武连全都变了色了 心里头都打开了鼓了 这时董卓看了一看 他的义子吕布 吕布看了看董卓 两个人相互点了一点头啊 是仰面大笑 特别是董卓呀 笑得十分开怀 哈哈哈哈 这位大人不必吃惊 老儿张温 私通反贼元术 他们书信往来多策 昨日来信落在我儿奉仙之手 嘿嘿 他想与元术勾结一处 谋窜超纲 为此我才讲他人头 看一下 与列为大人无关 咱们继续畅饮呢 我儿在 吕布往前这么一进身啪 摆头上至尾这么一晃 他那神气呀 不次于董卓呀 整个这酒席宴前甭看别人了 就看他们这干父子就行了 不知父亲换我哪旁使用 叫得真让人肉麻 显得特别那么亲近 董卓一笑 行酒来 说你呀 给大伙满门酒 孩儿遵命 说着 吕布左手一掏志气凌 啪右手 把酒壶就端起来了 挨桌满酒啊 那哪是满酒啊 这是示威呀 温侯敬酒 你说你喝不喝吗 其实大伙这酒谁还喝得下去 哟哟比喝药都难受啊 举着那酒杯十位之中有八位 那手没有不哆嗦的 老贼董卓看了这个场面呢 他是更加得意 因为他自从专权以来 他就想把朝廷的这些古功重臣 都给收拾了 然后他好啊 横行无阻哦 今儿个杀张温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一经百 让那些官员们都看看 今后我董卓说出一句话去 必须是言听计从 说一不二 稍有插持为妙 张温 就是你们的下场 温侯心里头怎么能够不紧张 再看看老贼董卓和他这干儿子吕布 这份神气 那个傲慢 哎哟 大家心里头别提多赌当了 看老贼坐的那是摇头晃脑的 比皇帝神气多了 他那干儿子吕布奉命行酒 哪是行酒啊 这明明挨桌走一走是察言观色 看看他各个桌上这些文武 对杀了张温之后 有什么不满意的表情 他带着把宝剑挨着桌出了 你说大家这酒还怎么喝呀 好不容易 盼着这顿酒宴散了 中文武各归府地 大部分呢 回到家里都把大被子们一蒙 全睡了 这叫凹睡 在这些文武之中 有一个人呢 他是怎么也睡不着啊 在他的书房之中坐立不安 还生叹气 这位是谁啊 此人官拜司徒 姓王明云 哎呀 今天在酒席宴前 王允亲眼得见 董卓云吕布 狼狈为奸 为所欲为 居然就敢杀死了司空张温 这还了得了 就是皇帝要把张温给治个罪 也得宣布宣布他的罪名 就那么句话呀 说老儿张温私通反贼元术 这是一派胡言 明明啊 这老贼董卓 杀了张温是给我们看的 哎呀 董卓专权 横行无际 按照老贼呢 所作所为啊 就把他碎尸万段 也解不了心头恨 但是老贼的势力太大了 尤其由他这义子 吕布吕凤仙为虎作传 更难对付了 眼看着这汉室江山 不是就要断送在老贼之手吗 哎呀 王允大人 他怎么能够坐得住 怎么能睡得安 他越想这个心越乱 就在书房里出来 慢慢的一点一点 溜得到了这个后花园 他想借着今天晚上 星月之光 在花园里赏赏月赏赏花 也就是说心里头痛快痛快 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往日来的这花园里呀 心情还比较舒畅 看什么花啊 哎 还有那么点闲情一致 今儿个眼前开的都是什么花呀 王大人一律没看见 他就顺着这涌路往前溜达 来到牡丹亭前 王允站在这仰面望天 轻轻叹了一口气 自己观拜司徒 这七尺之躯生于天地间 居然不能为国报效 上不能尽忠府军 下不能是离树安乐 有何面目活在世上 眼前的宁臣董卓 就瞪眼除不了 瞅着他这么为非作乱 这 王允心里滚油肩肠相似 不由自主的这眼泪躺下来 忽然间呢 他听远处花葱中好像有点动静 嗯 王允手脸的胡须一回头 只见这花葱中有一股屡屡屡青烟 渺渺升空 嗯 这谁在这儿焚香啊 王允几步走过来了 他注目这么一看 有一个女子正在那磕头祷告 哦 原来是他呀 谁呀 这女子啊 是王允司徒府中的一个歌迹 她叫貂蝉 此女自幼入德府来时善习歌舞 死记双家 聪明过人 王允带貂蝉 如亲生之女 嗯 不知貂蝉今夜为何 在此焚香祷告 莫非说人大心大 有什么隐忠私情 王允想在这儿 这句话脱口而出 说出来了 把貂蝉给吓了一跳 貂蝉赶忙起身 过来给大人使礼 且身我并无私情 哦 那你为何一个人在此淫夜焚香 貂蝉听得这孩掉泪了 说我貂蝉 长忙大人 恩养成人 忧礼相待 虽分身碎骨 也难抱万一 近来我见大人 双眉紧锁 必是为国家大事忧心 貂蝉又不敢动问 今夜见大人行坐不安 我特地在此 主告上仓 为大人解忧 不想被您相认 大人如有用貂蝉之处 貂蝉万辞不辞 哎呀呀 王云望左右看了看四股无人 他一把拉住貂蝉 想不到啊 这汉石江山 竟在这女子的手中 你你你你随我来 王司徒 这才巧使 连魂计 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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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